从2019年起,因为友邦,我结识了天使心,认识了爱奇尔们。 这群由上天做了特殊记号的孩子,就像天使一般,用微笑努力生活。 在广州,我曾与天使妈妈们一起歌唱交流。 在上海,我和牛牛一起打过篮球。 在成都,我和陈池一起做过蛋糕,陪伴爱奇尔家庭一起参观熊猫基地。 这些回忆对我来说都尼足珍贵,给我们彼此带来了温暖和力量。 在天使心十周年之际,期待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些勇敢又可爱的孩子, 用爱与微笑理解和接纳爱奇尔家庭,让他们在更友好的环境下拥抱美好,拥抱希望。